大家好,现在是美国时间10月27号 也就是再过十几个小时 到美国时间10月28日的星期五 作为世界上的知名的社交媒体推特 就会从美国的纳斯达克的股票市场上退市了 自从昨天马斯克改了他的推特名称 以及他抱着一个大水槽进入到了推特总部 由此掀起了马斯克完成收购推特的第一波浪潮 今天马斯克继续来到了推特总部 而且直接解雇了推特公司原来的CEO 财务总监和安全官等等的推特的原告官 这也就意味着推特从明天以后 就是一家私人的公司 或者说是一家非上市公司 马斯克花了440亿美元 终于把推特从上市公司的队伍中拉了下来 成为了一家私人的非上市公司 并且每年还会因此而多付10亿美元以上的利息 这一举措让很多的人都无法理解 正如我上期视频中所谈到的 难道马斯克真的是一个傻瓜吗 人家做公司的目的都是为了上市圈钱 而他却要花自己的钱 甚至要从银行贷更多的钱去买一个公司 最后把他从上市公司中退下来 这个狂人马斯克他究竟要干点什么呢 所以今天的话题我就想简单的谈一谈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就是马斯克为什么要花巨资去收购推特 而且收购以后还要把它退市 第二就是马斯克将来会将推特打造成一个什么样的新产品 三就是推特以后还上不上市 大约什么时间上市 关于第一个问题 我之前做过一些简单的介绍 今天我在做一些补充的出名 众所周知 马斯克是一个独断专行的人 他做任何事情都是自作主张 而不希望有更多的旁人去干扰他的思想 行为和他想做的事情 他之所以要收购推特 其中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第一就是他看好了推特这个平台 第二就是他看出了推特中所存在的问题 这两件事情看似彼此矛盾 其实正是马斯克看中推特未来的潜力所在 也就是说他要化腐朽为神奇 对推特进行彻底改造 但是要完成这项任务 不沉下心来搞是做不成的 这也就意味着马斯克并不想经营一家上市公司 因为这样的话 他很难适应投资者对每个季度的期望 如果此时是由马斯克一个人控股 另外呢 他是一家非上市公司的话 公司就可以保持不被外界影响 也就是说马斯克将公司私有化的目的 不是为了自己能有更大的掌控权 也许只是不想让自己陷于与外界的纷扰之中 从而影响了他自己的判断和步伐 他要走的这条路是不想被太多的人看到 也不想让太多的人去议论 如果你是一家上市公司的话 那么你的公司的股票价格的剧烈波动和影响 这样呢 对于整个马斯克来讲呢 就会产生一个让人分心的主要因素 另外就是上市公司啊 他要受到各个季度的收益周期的限制 这给整个的马斯克也会带来巨大的心理压力 另外啊如果是一家上市公司 也常常会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啊 做空 甚至啊还会带来大量的有目的的人身攻击 比如啊马斯克在Space公司啊 就是一个完美的例子 他在命中上更富有效率 这在很大程度上啊 就是因为Space公司是一家私有公司 对于第一个问题 经过我这么一解释的话啊 也许大家呢就能更清楚的了解 马斯克要将推特从股票市场中退出的主要目的了 第二个呢就是马斯克究竟要将推特打造成一个什么样的新产品 我想说的是啊 任何产品如果到了马斯克的手中啊 他一定会有一个新奇的想法 也就是说马斯克收购推特的目的啊 并不是想做一个传统意义上的社交媒体 而是要打造一个全新的 让人们意想不到的 智慧化的社交媒体新平台 那么马斯克能做到吗 我认为啊是完全有可能的 主要的原因呢 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呢就是马斯克的独特想法 这个方面呢我就不多说了 第二呢就是马斯克现在已经拥有的各种资源 比如星链 特斯拉汽车 机器人 脑机接口 太阳能 以及他未来即将开始的智能手机等等 这些资源呢都是任何其他的社交媒体都无法具备的 三呢就是马斯克的人气 他的知名度以及啊他现在拥有的各种产品的用户 比如说他的人气 他仅在推特上的粉丝啊就已经超过了一亿多 比如他的星链的用户 特斯拉的用户 未来啊就是几个亿的资源 第四啊就是马斯克要对推特进行彻底的内部结构改造 这里边呢设计的内容就是相当多了 我呢无法一一列举 第五个呢就是马斯克希望把推特建设成为一个开放式的平台 比如我之前介绍过 他要覆盖啊现有的脸书的功能 他要把微信和抖音的功能啊全部引入到推特之中 这样就会使推特啊未来会变成一个神器 届时将以什么样的新面拱出现 我想啊绝对不会让我们失望的 第三个问题就是啊 推特此次从纳斯达克退市以后 他将来还想不想再次上市 或者说他什么时间想再次上市 关于这个问题啊 我可以推马斯克给大家一个肯定的答案 就是推特啊肯定会再次上市 那么什么时间呢 我个人认为啊应该在三年以后 也就是说在2025年 推特一定会再次上市 所以啊现在我们反倒要关心的是 推特再次上市以后 他的股价是多少 他的市值是多少 我呢给他简单的算了一个账 也就是说马斯克花了440亿美元啊 买了一个推特 此时的推特啊有用户是2.29亿 按照我的测算呢 假如推特再次上市以后 他的用户数啊 一定会超越现在的10倍 也就是会达到22.9亿人 这个数据很悬吗 我认为一点都不悬 马斯克要打造的新推特 他的用户数啊 超越YouTube和超越脸书 是绝对有把握的 如果这样简单一算的话 那么未来推特上市以后啊 他的市值就可能要达到4400亿美元以上 对于这个问题啊 就连今天的推特啊 就有很多人开始议论纷纷 有的人呢 甚至将未来推特上市以后的新名称都给他起好了 比如有的人建议啊 新的推特上市以后 他的股票代码应该是NBOTS 也就是马斯克现有的五个著名公司的名字的英文字的开头 我个人认为啊 这种想法有点太幼稚了 而且呢 太麻烦 没有创意 这样我突然想起来啊 昨天马斯克所做的两件事情 一件事情呢 就是他将他在推特的账户名称啊 改成了TWIT 一个类似于推特的傻瓜的英文单词 第二个呢 就是他昨天抱着一个大水潮 进入到了推特的总部 而这个水潮的英文名字啊 就是SINK G S I N K 所以我在想啊 未来三年以后 假如推特再次上市的话 他的股票代码啊 应该是TWIT 或者是S I N K 因为在这两个名称中 选择任何其中一个 都能够啊 代表马斯克的心愿 而且呢 也会和他昨天的两个举措啊 紧密的联系在一起 大家觉得 这样的名称怎么样呢 总之啊 马斯克说过推特这件事 是前推特时代的结束 也是后推特时代的开始 马斯克梦推陈真 一样推特 向股票市场说了声再见 但新推特的更大的宏伟计划呢 正在由马斯克亲手描绘 旧推特时代的结束 也意味着一个新推特时代的开始 因为推特虽然从股票市场中退市了 但是它从我们的社交媒体中 从我们每个人的用户中啊 并没有推市 我们期待着一个更加丰富多彩的推特啊 陆续的展现在我们的面前 好吧 今天的话题呢 就先讲到这里 谢谢各位收看 大家的观点 感谢观看